歡迎回來來關心中華職棒的消息 兄弟相是預定以4億台幣的價碼轉賣 只不過買家用呼聲很高的利寶集團 變成了中信集團 不過目前兄弟相和中信 這兩邊都沒有出面證實這個消息 預計是要到下個星期才會開記者會來公布消息 兄弟相球員揮手向球迷道別 這是黃山君在球場上最後的身影 因為兄弟相準備以4億台幣的價碼轉賣 最新消息是 買主由原來呼聲相當高的利寶集團 變成中信集團 儘管雙方都還不願意證實這個消息 但中華職棒會長黃震台透露 雙方好事將盡 報紙都寫了 有哪個時間點會證實去 快了 快了 是好消息了 大家應該為兄弟相開心 為全國球迷 尤其是兄弟相的球迷開心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件好事 而且整個的發展是蠻順利的 那個結果也非常的圓滿 兄弟相在上個月19號正式宣布要轉賣之後 許多企業傳出有意接手 其中以利寶集團的呼聲最高 利寶院長王金平也曾經證實 利寶接手兄弟的誠意 但兄弟想把球隊留在台北 如果轉賣利寶 球隊想要遺失台中 利寶只能黯然退場 利寶他是很誠意嘛 表示他的衣服啦 他的隊名啦 都是可以維持 這個原來的 利寶是很有興趣嘛 但是兄弟相這邊 他還是有 在洽談的很多對象 現在曾經擁有中職球隊的中信集團 很可能扮演陳咬金 成為兄弟的新東家 中信曾經在1996年加入中華職棒 初期以核信金為對名 2002年再改回中信金 1999年曾經登上中華職棒 力行在龍頭寶座 並且在1999年以及2002年 兩度殺進總冠軍賽 可惜最後都與總冠軍無援 2008年因為戰績衰退 加上中職爆發遷堵事件 中信宣布解散退出職棒 如今中信準備回國中職 接手兄弟相 星球隊的名字 已經引起球迷熱烈討論 預計最快12月初 兄弟跟最後買家 就會正式對外公布決定 綠電TV綜合報導